这个前面我就省略 因为各位可能比较基础性的东西 就不再花太多时间 主要就是说 案件类型大家知道 哪一些案件类型会是 从现在的一般的法官审理 跑到以后的国民法官一起审理 那就是十年以上的 还有故意犯罪发生死亡结果的 这样的一个罪名 但是这两类类型 还要排除掉少年刑案 跟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案件 那理由是太多了 案件太多 毒品案件很多 大家都知道 那少年有保护少年的必要 如果我们想要引进国民的观点 反而是希望 让这个审理过程 让更多人知道更好 那这跟少年事件处理法 对于保护少年的这个要求 是有点相反的 少年事件处理法 有规定像报导各方面 尽量不要能够曝光 让少年能够得到 比较好的保护跟照顾 所以这两类的案件 在立法的时候 基于司法资源的顾虑 还有基于对少年保护的要求 是排除的 那这样的两类型案件到底有多少 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出估大概合起来有每年六百件 那但是这不是明年1月1号就会有这六百件 原因在于本法的113条有规定分段施行 分段施行 所以明年1月1号开始的是只有这个第二款故意犯罪发生死亡结果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姑且把它折中好了三百件 三百件因为六都 因为这个每一个法院大小 它分配的案件数又会不一样 所以各位如果在职业的区域内 您所在的是一个比较大的法院 可以可能会遇到比较多 那相形的像连江 我们当时的统计可能隔年才有一件 两年才一件 那当然连江他的资源要做这样的一个审判也是非常的被功夫 包括这个人员能不能顺利 国民法官能不能顺利选出 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有 虽然立法意志是在于说 尽可能的想要把国民的观点纳到判决的结果 希望他更周延 那希望更视角更丰富 那不会是职业法官那种大家认为说有时候比较象牙塔的思维 那判处判出来结果 不符国民的法律感情 希望尽量改善这一点 那最终可以稍微提升一下 这个国民对司法的信赖度 那不过就是说最终还是要考虑各项资源的一个分配 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案件的选择 在旧法旧的草案的时代 其实最新本刑是定七年 那定七年的时候其实是就多很多 我记得好像一千两百多件吧 那当然在立法院有各种党团的版本 还有定三年的很多很多 一年有三千六百多件的都有 那事实上是没办法负担的 如果各位听过或看过模拟法庭就知道 光一个大家现在在做的一个杀人案件 如果是券证并送好像开准备 那调查该传的该调查的 好像不会花太多时间 除非那些例外的 要鉴定要干嘛的那些案件 基本上不会那么花时间 可是大家一旦到模拟法庭去看 同样的杀人案件在审理的时候 竟然会因为国民法官法这样的一个审理模式 变得很花时间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差别 所以当时在责定这个案件数 案件的范围的时候 就有很大的一个争论 那最后我们是做这样的一个理订 这部分先跟大家做这个报告 那法律适用国民法官法只有113条 所以一定要借用到其他的法律 特别是刑事诉讼法 所以透过第四条的过桥条款 来把其他的法律引进来 这个是大家应该都可以了解 那审判长指挥诉讼 那这个法庭开闭这些 法律组织法的规定当然也都适用 还有其他的包括律事法等等 立法目的这边就不再跟各位做报告 因为大家都可以了解到这个算是比较政策性的立法 解决台湾现在所面临的司法信赖的一部分的问题 那其实司法信赖不会是靠国民参与就可以解决 它还有各种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开始 那希望它能够有所改变 那我这边想要从一则模拟法庭的案例 因为各位都很专业 所以我想要从这个模拟法庭的案例来 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这个国民法官法的这个内容 那很明显的从起诉书开始 这样的一个杀人案件从起诉书开始 就跟现在有点不一样 那这个其实案情相形的简单 就是一个男女朋友 男朋友不满女朋友要求分手的案例 那男朋友就在某一天 在这个前女友的租屋处外等候 要等她出来 那这个女朋友 前女友就跟她的同事 当天是打算要去上班 那这个前男友就去 前男友就去把她拖到租屋处里面去 热住脖子 那同事件状呢 就赶快把他们两个都拉出来 那叫这个前男友要冷静 然后两个人后来就发生扭打 在扭打的过程中呢 前女友想要赶快逃跑 那这个前男友就拿着玉藏的水果刀 那刺她这个左颈部跟头部 让她受伤 那这个深度甚至深达12公分 后来这个女生被害人就死亡了 就这样一个案件 那检查官提及公诉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没有证据的记载 这贯彻这个券证不兵送 那从起诉书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好 那刚是起诉状 那之后呢 检查官提出准备诉状 这个也是国民法官法的要求 那简单来讲 检查官申请调查的证据有几项 包括被告 她的警循的公诉 警循的公诉 那可以证明什么呢 证明她跟前女友认识的一个时间 那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认识的 那后来两个人开始交往 那两个人曾经因为女生要跟她分手 去认识其他异性 那这个男生就是被告就感到很气愤 所以她有先买了一把水果刀 那再来她自己的公诉也可以证明 说她有拿着刀去在女生的租出外 那杀害她的这个女生的这个事实 那再来呢 这个男生在前一天呢 有先写遗书 写一写放在房间的桌子上 之前一天完 这个七点写的 好 那个刚刚是警循 真讯大概也是这样子 那我就不再细说 简单来讲就是 这个被告他并不否认 他有拿到水果刀 去刺杀女生的一个事实 那另外重要的直接证人 就是这个同事 这个男生看到现场 有把他们从租出拉出来 所以他是一个目睹现场经过的事实的一个证人 那他可以证明说当时 当时他看到被告 已经在租出外面等候 那他这个有把女生拉进去 然后这个证人就试图把他们两个都拉出来这样的一个事实 那证人也有尝试要把这个被告的水果刀抢下 但是在夺刀过程中 被告有用水果刀就吃到 这个被害人脖子的事实 盖警循做了这样的一个证数 那再来 被害人的妈妈就是告诉人 警循中有讲说 他有听过这个死者 有说他跟这个被告个性不合要分手 那被告也有曾经要恐吓 还有纠缠他的这个言语事实 那告诉人同时在征讯里面也有重复这样的一个证数 那其他的呢 就是一些输入证 我们常见的就是整段证明书 那相验的初步调查报告 现场照片 就是证明死亡的事实 那这个 法医的这个解剖 报告书 相验尸体证明书 这些还有照片 解剖照片 就是证明他那些 失伤的一个情况 我想这个就 不用细讲 大家都了解 那比较后来在模拟法庭中 有被拿出来讲的 其中之一 就是这个有写遗书这样的一个事实 遗书这个书证 那遗书是写 他写了三封跟妈妈跟弟弟跟妹妹 交代后事 然后说他很爱这个死者 他讲这些事情 那 后来神里中发现 其实他并没有讲说 他要去杀死者 没有 遗书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只有写说他要 他表明爱意 那他要交代后事 对不起这个 这个家人这样子 那检察官认为可以拿来 作为证明他有杀人犯 因为写了遗书 而且他就是有同时的决心 那再来就是其他的 扣押的一个公务文书 扣押收扣笔录等等 这些照片等等 好 那重要的物证水果刀 还有这个 他后来被积押的这些文书 那 当然 在未来国民法官法案件 有证据开示 所以 各位如果收到案件 出了起诉书 准备书状 当然也看得卷 那有趣的就是 如果这个案子是各位承办的 您再看到这样的一个 先假设检察官写的戴政事实 都是真实的 卷内都确实可以 有这样的公诉 或者是书贞的内容 可以证明他刚刚所 所写的这些戴政事实 那各位会想用 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去为被告主张 如果我们 从光从这些书贞来讲 还有没有空间来做这个辩护呢 还是只能选择扔罪呢 我觉得是可以探讨 那探讨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常常讲到 一个案件理论的东西 我们看到一个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有类型化 那 不同的一个案有 它有很多种 怎么讲 固定的辩解 譬如说 车祸案件 我们可能 常常看到 看到就是 没有预见可能性 等等 那 如果是这个杀人案件 就以国民法官法的来讲 最常见就是 最撇的一个案件就是不在场 犯人性 根本不是我 那 再来呢 犯意 犯意这种东西是在 很多种犯罪类型都会拿来当作 这个 主张 一个重要的点 那 或者是呢 虽然有刺杀的行为 但是不小心刺到的 过失 或者是另外一种也很常见的 我有带到去 那 有想要教训他 可是没有杀他的意思 就刚刚讲的翻译 他的翻译只有到伤害或重伤害等等 其实我们可以预见国民法官法 最多的这个案件量就是杀人未遂 杀人等等 计税 那或者是酒驾致死 这样的一个类型 会是明年开始 最常见的 那其实他的一个案件理论也会是经常出现 所以对于刑案的法官 检察官还有刑案的律师来讲 其实他并不是那么的 难以架构 大概我们接触了他的暗游 看了券证 大概都会心里有一个 浮出一个故事的一个情节出来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案件理论 案件理论 简单讲它也是一种 就是一个策略 一个辩护的方针 有各种不一样的一个称呼 那其实 我知道身为一个刑事辩护律师 大概有一些 不是完全从法学面来讲的一个职业 大概受到很多种因素的一个干扰 可以用干扰来形容 就是说包括委任人他的希望 可能是我们要考虑的 就是说他这个案子 他是想要判无罪 他是想要判轻一点 他想要判缓刑 或是他希望至少可以回避到死刑 各种的期待 可能是在设定案件理论时候要考虑的 那再来就是证据的证明力当然也很重要 我收到的案件 我这个案子的到底能够证明到什么程度 我有没有空间去架构我的案件理论也很重要 那再来就是输送成本的问题 要花多少时间 甚至要 要不要 这个 有一些策略 架到我的这个案件理论里面去 这些都是影响最后提出这个辩护状 辩护一纸书的内容 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不过就是说 陈璐刚刚跟各位讲的就是 他是一个刑事案件 所以他就有类型化 所以我们现在承办这一类案件的一个做法 其实在未来国民法官加入之后 也未尝不能够原用 那只是要注意到的就是说 现在架构的这种架构故事的方法 在未来国民法官加入之后 要更从一般人的角度去看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 是不是除了一直以来的职业法官 审判的职业法官之外 普通人也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在这边有提出来就是 我们在建构一个案件理论的时候 一定要合于尝试 那可以被国民法官所接受 那为什么说要 大家会有可能举出一个故事理论 是国民法官没办法接受的呢 其实会有一种情形 就是其实法朝三方对这个刑案都看习惯 那比如说被告的犯罪 他有一点有吸毒的过去 或是他有车祸等等一些案件 我们认为相对是比较小的案件的时候 我们在法庭上的表现 对于被告的这些过去 我们可能不那么的在意 我们在陈述被告的这个在法庭上的人设的时候 我们并不会去那么care这件事情 可是其实就一般素人来讲 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 可能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别的世界的人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对我们其实因为每天就是 我们的工作就是接触这些嘛 所以好像就还好 那或者是再举一个例子 像和解 达成和解这件事情 如果是现在的职业法官审判 大概就是真的有达成和解 表示有努力 那这个行动应该是要反映出来 这个是合理的 这个在我们审演变都不会有疑问 可是对一般人是他们会这样想吗 他们认为你有打准和解 他就一定会变轻吗 就一定要判轻一点吗 其实不见得 其实不见得 就日本的这个职业律师 在他写的这个文章里面就提到 像这件事情 对于一般的裁判员来讲 在他们叫裁判员嘛 对他们来讲 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你做错就是要陪人家嘛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 不管你事后花了多少时间去弥补 这个有什么好难来说嘴的 会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感上的落差 我们的以为跟一般人的以为 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变成我们在套用现在办理这类案件的一个 故事情节 案件理论的时候 当将来拿到国民法官的时候 我们要再要考虑到多这个因素 要去修整一下这部分 因为对于一般人来讲 因为我们国民法官有很多消极资格的限制 我们不太会有那种尖客类类的人来当这个国民法官 所以对他们来讲 一般人来讲这是另外一个事件 所以我们在陈述在架构的时候 可能要非常的重视这些案内 对于被告不利的证据 一定都要能够全部看过 不要想说那个影响证明力不太强 可能不会影响最终的判断 所以我就忽略了 我就没有让被告好好的去解释说为什么有这个不利的证据 我觉得就要更全面的去看这件事 不要去遗漏它 那刚刚讲的要何于尝试 这些素人 因应素人加入的一个情况 要更去慎重的对待 那否则 这个最后 我们其实在现在在模拟法庭 有时候会听到评议的时候 国民法官讲出来他care的那个点 他为什么要判他有罪 或是为什么他选择这个刑起的那个点 反而不是职业法官那么重视的 他可能会去 特别重视他的动机 他为什么这个案子他要去捅他一刀之类的 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或是他会考虑到说 我现在判他这个刑度 有没有可能 要再给他付一些什么条件之类的 他将来多久可以假释等等 会考虑到比我们 可能行为责任的这个立场来讲 就是说给他罚旗当法 给他这个刑度 传统职业法官这种 重视给他一个相应刑度的这个考虑为主 这样的想法 其实在国民法官不见得 他们可能会重视 我刚刚讲的前端跟后端 动机跟以后的更新可能性 这个是一般素人跟 素人来当审判者跟职业法官 法律人去当审判者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在架构案件的理论的时候 可能这些原则要请大家特别费心 那当然一个理论 因为呈现在素人面前之后 其实不太 不太 适宜再去变他 因为一般人他会觉得说 你会被起诉不是没有什么原因 那你起诉之后 你的 说法一变再变 会给他留下一个 一开始就有一些不好的印象 我们后面也会谈到就是 心理学上有所谓的 初始效果 和心境的效果 初始效果就是说 一开始给予对方的印象 那心境的效果就是说 最后的给予的印象 所以运用在刑事审判上 一个辩护人或是检察官 要把自己的故事版本告诉 并且希望国民法官能够记忆吸收的话 最好就是在把重点放在最前面 或者是最后面 让他能够记忆最深刻 类似这样的一个 一个心理学上的运用 那反映到这个准备书状 他就是一个最前面的 辩方的一个主张 那如果我们在一开始 就有这个前后一直在变动的话 可能也会造成一些 好像这个人讲话怎么 反反复复的一个不良的一个记忆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 就是变成我们要特别 因应国民法官而注意的点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看了一个卷 我不晓得大家怎么去分析 你手上的案件 是不是全部看完 全部看完 那再来看看 那大概有哪里有 不是那么周密的地方 应该是有着力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比较有体系的来讲 其实刚刚跟各位报告过 刑案有类型化的这个趋势 跟民事案件不一样 所以我们倒是可以从 这个证据架构的一个想法 来分析案件 这个也是 其实不管是日本裁判员制度 他们在教学 所谓教学就是 在跟法官讲要怎么去整理 整点等等 很重视的 这是一个证据架构的概念 什么证据架构的概念 就是去区分案件的几种证据类型 去分析 第一个我们找这个案子 有没有强的证据 直接的证据 像刚刚讲的 我们这个案子起诉的这个证人 同事 这个丙男 他是现场看到的 那他的证词可以证明到什么程度 可能是我们第一个可以去找 因为他如果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死 然后前后都都一直是这样子一致 那是不是这个证明力可能会很强 那杀伤力很强 那我们要看怎么去 有没有可能性就这个直接证据的证明力 予以削弱 可能会从这个点 那如果没有直接证据 就是我们现在大多数刑案 都是用间接证据去累积 拼凑 比如说同样一个杀人案件 那可能从杀人犯益 死因 那因果关系等等 每一个都有各自不同的证据 来支持 那我们在看券的时候就是 如果没有直接证据 下一个间接证据 哪一个比较强 那他造成多少影响 大概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证据结构的一个方式去 做分析 会是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有体系 而且比较不会遗漏的 那像我们在告诉法官怎么没有卷整理整体 也是这样 就是去看简便双方提出的书状 因为没有 不能看卷证 只能看书状 我们去分析简便双方写的代证事实 那架构出来到底 哪一些有互相 这个不一致的地方 那他就变成针点 那就这个针点去询问两兆 要申请调查什么证据 我们也是这样子去跟法官们讲 那所以一个证据 一个案 刑案的一个证据体系的检讨 是应该是包括法官 检察官 辩护人的共识才对 就是我们都是 很有体系的去检讨这个案子的 每一个证据 他在这个案子的定位在什么 就像我们在 这个图上面看到的 如果是直接证据行 就是有一个目击证人 或者是被告自白 或是监视睿引起去 看到你杀人的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是这一种案件 现在就是要挑战的 譬如说就是目击证人的公诉 可不可信 那就是我们学理上 所谓有没有辅助证据 可以证明辅助事实 就是说 有关于证明力的一个证据而已 有没有存在 那目击证人的这个 指认的状况正不正确 那跟客观的 事实的整合性 有没有一致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位阶 那从辩护人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 我去找这个下面的这个东西 因为检察官已经提出目击证人 我就去要找下面这个 能不能有机会 作为我的一个辩解 加构一个故事 这种案子 在现在的刑案 常见的有什么呢 像性侵害最多 如果各位办过 就是单一指数的性侵害 对不对 被害人 因为性侵害真的证据很少 那他性侵害被害人 在警循征讯审理中的立志证据 是不是一致 常常是案件的归屈吗 判无罪判有罪 常常是因为他公诉一不一致 那他一不一致之外 他讲的 跟眷内的其他证据 是不是吻合 也很重要 就是关系他的证明力 那还有呢 像单一指证的贩毒案件 只有一个购读者跟贩毒的人 买卖的一个情况 也是常常 因为这个购读者的指证 有没有一致 这个坚不坚实 那有没有跟其他的 眷内证据吻合 而决定他案件的结果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直接证据型的结构 那回到国民法官案件 也是一样 就是常见的杀案 未遂杀案件 未来很多杀人的 也是 就是从直接证据型开始看 有没有 那有没有他的这个 辅助证据存在 可以削弱他的证明力 还是说 其实他已经很坚强了 比较难挑战 那不如去找其他的 过程要件 还没有办法证明的地方 因为直接证人不见得 能够看到所有事实 他可能会有一部分是需要其他佐证 那间接证据 就刚刚跟各位报告 比如说有这样的 杀人计税的一个公诉事实 那牵涉犯益行为 因果关系结果 那假官要用这样去拼凑出来 一个杀人的计税的一个事实 我们就必须去检讨 其中的间接证据 他到底能够证明的 戴政事实是什么 比如说凶刀只能证明什么 那路人甲看到的是什么 邻居看到的是什么 那法医师当然就是失伤情况 那这些是间接证据 可以证明的间接事实 进而间接事实 综合起来可以推认到什么程度 也是我们要检讨的对象 因为综合全部证据才能够去推认定一个最上面的事实 那检察官认为可以 那我们呢 身为一个边会人 能觉得分析之后 会不会可以认同检察官说可以推到最上面 那如果不能是什么 那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案件理论 这是我们可以去着力的地方 那认罪的可能就真指量刑 量刑最常见的就法定的一个量刑是有像一般毒品案件 公诉上手 真审自白 这都是法定一定要减刑的 或枪炮案件 公诉枪炮来源 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发生等等 这些都法定 到底有没有这些事实 法定的一个检浸室有存不存在 那如果是杀人案件 就是59条57条 那59条会不会成立这一些 那累犯自首 就是认罪 如果说我们检讨的直接间接证据 觉得说 这个案子可能 争执罪责的部分不太可能有机会 那可能是不是要转而 在刑图上为被告求取一个比较好的 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着力的一个地方 我想刚刚讲的 其实各位都很有经验 应该都了解 只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其实现在 因为在卷证不并送之下 更要有体系化的去看待这件事情 包括法官 在整理的时候最需要 那检跟辩因为有看过卷 所以你们最熟知 卷证的内容 但是如果以现在的方式去办理 这样的一个案件 那法官是没看过卷 他是更逻辑的 逻辑式的去分析它 那这样会有一个感受的差度 可能法官认为说 某个部分并没有被证明 或是已经证明了你还要申请调查证据 这个就会有一些落差 所以其实不管是法官或者是简便 我觉得都要有一个更严密的一个检讨 对这一类的案子更严密的检讨 那这样子在法庭上的举证工坊 比较能够聚焦 那也比较不会产生这个 怎么讲 这个牛头不对马嘴的一个状况 有时候检牙官他想要表达是真实是犯意 可是这个辩护人被告这边 可能讲的是行为 某一个地方 那可能会有这种不对称 不聚焦的情况 那这样其实 对国民法官来讲也不是好事 因为他们其实是素人 那如果省检便 这些法律的专业 都没有办法 能够很有体系的来 举证的话 那其实对他们来讲 他们听诵是很困难 那听诵困难 平易的时候 我们能够期待他能够很有 有序的而且很扎实的去评那些 该评的构成要件的内容吗